上集说到,澳大利亚对国庆日的定义有点不同,不像其他曾经的殖民地那样选择独立日,而是庆祝第一批流放饭的到来。 这对于两百多年来饱受蹂躏的土著部落来说,情何以堪,无疑是在定时提醒他们一段血泪史的开端,所以这一天也被他们称为入侵日。 前面提到,实际上所有人类曾经都是非洲老乡,甚至有着同一个祖先,却因为迁徙道路上的选择,结局天差地别。 事隔十万年后,老乡见老乡却没有两眼泪汪汪,土著人民迎来的也不是梦幻时代,而是噩梦的降临。 在1770年库克船长到达之前,尽管殖民者足够豪狠,但无论面对美洲印第安人还是太平洋群岛土著,都至少是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获得占领权。 唯独澳洲不同,据说是因为库克船长在一番详细的考察后,认定这里的土著并不具备谈判能力,甚至更像是某种动物,于是以先到先得的法律条款直接宣布主权。 然而对当时的土著人来说,他们没有财产的概念,也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只要不侵犯到猎场和水源地就行。 最初的二十几年,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大家还算相安无事,但是随着流放贩人数的增加,便展开了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这些资源包括更多的耕地和牧场,以及对干旱大陆来说至关重要的水源,甚至因为殖民者的性别比例长期失调,土著妇女也成为了一种资源。 这些争夺很快就上升成为杀戮,开始了无尽的恶性循环,结果可想而知。 连早已进入农耕文明的上千万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还手之力,更不用说这些淘气都没有出现,弓箭都没有发明的土著人了。 而且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几万年来土著人口最多不超过百万,也没有真正的部落制度,通常只是以不同的语言和图腾来划分。 欧洲人到达的时候,他们拥有多达250种语言,可见想要团结起来难上加难。 这也难怪土著部落没法像印第安人和毛利人那样形成联盟来对抗入侵者,而仅仅靠收效甚微的丛林游击站来发动突袭。 更可怕的是,当时殖民者征服各个新大陆的终极武器——天花。 19世纪中叶,土著人口由于疾病营养不良和不孕不育,减少到30万,不到原来的一半。 其中天花就是第一死亡原因,而当时的英国人是否因为弹药短缺,像西班牙对待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那样故意释放病毒,已经不得而知了。 在这个时候,殖民人口却突然暴涨,同样的30年里,从3万扩大到40万,让土著人基本没有了立足之地。 不少人只好离开物产丰富的地区,像没人愿意前往的内陆荒漠迁徙。 而在被入侵之前,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是和今天现代人一样居住的沿海地区。 他们就像出走非洲的祖先一样,季节性地在海边或者河流附近定居。 不过今天土著人也并非都集中在澳洲中部,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据2016年统计,81%的土著人民都居住在城市和非偏远地区。 回看当时的殖民者也并非残暴不堪。 1838年,新南沃尔市北部发生了著名的麦奥西屠杀。 一群土著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树林惨遭杀害,事后却被白人牧场主将凶手告发。 结果由总督亲自下令处决,引起殖民地一片哗人。 之后土著人也开始加入了农牧业的大军,双方关系得到一定改善。 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土著人民终于获得了联邦投票权,首次被作为人列入人口普查中。 而整个20世纪最出名也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便是从30年代开始实施的混血土著同化政策。 当时的澳洲政府认为,与白人混血后的土著后代,今后会威胁到主流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决定根除他们内心的土著基因。 超过10万名儿童被从父母手上夺走,然后告诉这些孩子,是父母抛弃了他们,禁止他们再说自己的语言,也无法再与家人联系,使称被偷走的一代。 而且他们也并不是被送去上学,有些去了孤儿院,有些被送去做用人,遭受着各种肉体精神的虐待。 直到60年后,政府才允许这一代人查阅档案,然而很多记录早已消失,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能遇到亲生父母。 近年来土著人口增长,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公开宣布自己土著身份的人越来越多,而在过去,法律是禁止混血的。 今天,澳大利亚早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澳洲政府也多次公开表示歉意,并且全方位地帮助着土著人和他们的文化。 虽然语言只剩下20种,但人口已经接近百万,还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融入现代社会。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始终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群体,常常只能通过媒体来了解,想和他们接触,却又好像担心着什么。 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的对与错,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学会包容便是真爱,无论一个丛林还是一个国家,保持多样性你才能面对更大的挑战,你才能更客观地了解自我。 为练习生而想,不得再人生而残疯,残疑,殮D,连殿兰而离到其倘畏,他们宜得不离。 需要再生裤,没有再生裤,再生裤了。 为练习生而成的的产生而生而成一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